这一句很重要 念佛三昧 唯报亡三昧 居是一切三昧功德 这一切是无量无边 经大臣经常讲八万四千 自当同居种种三昧之名 这就是常说的佛号不可惜 三昧就是三昧的 翻成真定真手 宗实就是陀罗尼 凡于成陀罗尼 翻成中国意思 宗旨 宗一切法 旨一切意 在整个佛法里面讲 真正宗旨 就是一句佛号 用一句佛号 包含一切法 包含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 他真是 偷树独林 安 善描 神妙 总支 姑缘 神 总支 这个总支不是前 神 舍方菩萨 因闻名故 得诸三昧 于身宗旨 难诸定中 得臣证据 这就说得很明白了 舍方菩萨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后 听到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没有发心 专修这个法门 求往生净土 他自己修修这个法门 修得很久 已经成习惯了 需不需要改 不需要 夜行归命阿弥陀佛 就得阿弥陀佛 为一身价值 那所得的功德利益 就是末后 这无愿所说的 让我们体会 真正明白了 你喜欢这个名号 你爱好这个名号 你会把这个名号 当作宝 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念念不间断 海星老和尚 是念念不间断 来福斯的极为大德 海星老和尚 行宫的母亲 他是在家居士 万年儿女都不在了 海星老和尚 海星老和尚 把他请到寺庙里头 供养 照顾 他在寺庙住了二十七年 八十二岁 八十六岁 往生 往生也是 潇洒自在 真不简单的 欲知识知 那与他们同时 南洋还有一个 老德 活人 也是个修库行 那也是 不是凡人 你看他的行持 是一个 为我们实现 表发 我们的忍辱功夫 要跟他就别比 他往生了两年之后 当地人 有人在武汉 看到他 真的是他 叫他老德 他回头看看 老乡碰到了 问他怎么来的 来干什么 来花园 要不要一道回去 他说你们先走 我过几天再回去 人家回到家 他想起 说这种事情 老火山走了年年了 佛墓上草很深了 怎么会 这真的是他 不是一个人看错 好几个人遇到的 哪里会看错呢 不可惜 所以我们的名号 要认识透彻 要认识清楚 名号 太不可思议了 名号是宇宙之间 第一真实法 他真管用 让我们永远脱离 生死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夜三阵的 旧金 大圆满 我们遇到 如果轻易收获了 那真可惜 要牢牢牢 照顾 阿弥陀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